听到宋爷爷带着哽咽的声音说 只要福宝有需要 自己就会随时出现 他就是为了守护福宝而生 令人感动的是 宋爷爷一直随身携带着福宝的一小团毛发 他常常在手中妈撒 仿佛能透过他感受到福宝的存在 甚至那捆带有福宝痕迹的竹子 虽然已经风干 但他依然珍藏如初 不忍丢弃 但当主持人问及这些痕迹 是否会勾起他对福宝的思念时 宋爷爷却坦言 他平时尽量避免去想福宝 因为那份思念太过深沉 他害怕自己陷入其中 无法自拔 他举例说 他们有一块记录宝家族日常状态的白板 每当看到上面手写的福宝的名字 他的心中都会涌现出福宝的模样 为了让自己不那么沉溺于过去 他甚至亲手擦去了福宝的名字 试图让自己忘记 但忘记又谈何容易 每到照顾福宝的时间 他都会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空虚 那些曾经忙碌充实的时光 仿佛就在昨日 圣歇阿姨也有着类似的经历 他在准备药剂时 总会不自觉地多准备一份福宝的剂量 那块被宋爷爷擦去的名字 也会被他偷偷地写回白板 福宝仿佛已经成为了 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那些与福宝共度的1354个日夜 每一个瞬间都如珍珠般珍贵 宋爷爷提到 每当季节变换 他都会更加怀念福宝 如春天的樱花 每一个自然的细微变化 都会勾起他们对福宝的深深思念 无论是养岛盲犬的圣歇阿姨 还是养猴子的宋爷爷 他们都对自己的小动物 倾注了无限的爱心和情感 在宋福宝离开的那一天 圣歇阿姨默默地站在一旁 泪水无声地滑落 而宋爷爷则是悲痛欲绝 放声大哭 当福宝被放进转运笼 铁门缓缓关闭的那一刻 宋爷爷紧紧握着将爷爷的手 情绪难以自控 在雨中 他的心情如同被撕裂一般 显然他并未为福宝的离开 做好心理准备 当被问及想对福宝说些什么时 圣歇阿姨含泪道出心声 希望福宝能继续保持那份快乐 快乐到足以忘记我们 他深知 福宝虽然离开了他们这些饲养员 但他的生活还将继续 他们需要放下过去 不是因为遗忘 而是因为 他们已经把那份深深的爱 永远地刻在了心底 时间或许是治愈一切伤痛的良药 如今 福宝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篇章 而那些曾经照顾他的饲养员们 也逐渐从悲痛中走出 重新开始新的旅程 这一切 都是福宝和我们共同期望看到的 不是吗 ter leave 请不吝点赞 old